四个湖南柱四个省涉及苏鲁玉碗四省的南四湖环境公益诉讼案 因最高检的直接立案而备受全国瞩目 2月11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桥做客中心网视频访谈时表示 南四湖专案300天流域环境治理成效明显 现在我们通过300天的公益诉讼环境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本来湖区百分之就黑色水体严重黑色水体从百分之十五一年的时间降到了百分之十 中度的黑色水体有百分之的53降到了百分之32 这个成效是很明显的 南四湖流域涉及四省八市三十四个县市区治理南的根源在于流域跨区域执法标准不统一 张雪桥表示在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污染船舶污染这四重污染中 目前三重污染的标准已经统一 昨天我们听证会上也都展示了我们四个城对于工业污染的排放标准 工业汽水的排放标准已经统一了 还有涉及到的生活污水的处理 安徽江苏山东在这方面也是标准统一的在推进 公益诉讼的定位不是在法庭上证输赢 而是聚焦公共利益的保护 张雪桥说而环境公益诉讼既要保护生态环境 又要保护民众切身利益实现双赢多赢 碰到一些难点行政机关可能不能简单的依靠行政处罚就能解决的企业它的生产 不是一庭了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像检察机关就去同时去牵头自然资源部门 解决这个环境物体问的物理问题 你这里是要批一块地的让这个企业重新能够有地可以造厂房 可以继续生产这样呢就是 企业的发展生产 这个地方经济的发展 老百姓就业生活的问题也解决了 这就是真正的双赢多赢 既要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利益 同时也要保护人民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对于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事件 张雪桥说 检察机关通过办理环境公益诉讼 帮助生态环境部门把硬骨头啃掉 这种制度优势已经得到很多西方国家检察官的高度评价 这是全世界首创 只有中国才有这项制度 行政检察机关通过办理公益诉讼 帮生态环境部门把硬骨头啃掉了 把难题解决了 提升了治理能力和法治 法治能力 法治水平 我们中国的这项警察机关 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得到了很多国家 因为法治前英国 包括美国 大陆法治 包括巴西 包括芬兰 对中国这项制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和相关的检察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谈及以科技赋能公益诉讼 张雪桥说 公益诉讼检查涉及领域广 未来在办理个人信息保护 食品安全等更多方面的案件中 提升检察的技术支撑力必然是努力的方向 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 涉及到很多的方面 很多的领域 那么检察技术它是很重要的支撑 接下来我们这里这个案子是动用了卫星的高科技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其他的一些 包括食品里面有没有添加剂 我们在这方面需要有发现 伪进成分的那种科技的手段 只要有问题 问题就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努力的方向